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咕咚 你在干什么呢 咕咕咕咕 绿泡泡 我的扑克牌有魔力 看好了 我来给你表演神奇的魔术 一 二 三 乌拉乌拉 Q 很厉害吧 小咕咚 小咕咚 让我看看 原来这个牌 扑克牌 原来你把这些扑克牌都给粘在一起 小咕咚 你可太淘气了 绿泡泡 每次小咕咚看到你遍布克牌的魔术的时候 又神气 又帅气 所以小咕咚就别想学 小咕咚 学习魔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来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这样吧 今天大魔术师绿泡泡再来给你表演一个魔术 你好好的学习学习吧 熟啦熟啦 executive 烏啦乎啦Q 欢迎来到火发时间 来啦啦啦啦啦 欢迎你 香港的小咕咚 我们欢迎你 小嘉宾 咱俩虞帆 今年四岁 小嘉宾 孙泽俊 今年四岁 欢迎你们 欢迎 咕咕咕 立派宝大魔术师 要给我们表演什么神奇的魔术呢 今天这个魔术的确是非常的厉害 也是一个心灵感应的魔术 当然也是和它有关系的 是什么呀 扑克牌 没错 就和扑克牌有关系 那首先在变这个魔术之前 我先把牌放在桌子上 然后我要悄悄地在上面写一些东西 先不给你们看 好 不能偷看 好 我把写好的纸片 先放在一边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我的感应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现在我要跟这若扑克牌交流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需要红果果帮助我随意把它分成两落 好 看 现在分成两落 对不对 好的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把这张纸放在中间 把这落牌盖在上面 现在一落牌当中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有我没有看牌之前写好的心灵感应的内容 对吧 对啊 好的 现在我请小朋友还有小咕咚 红果果一起来帮助我 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那个咒语 那就是乌拉乌拉Q 哇 好像撒了抹粉一样 现在神奇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来 我们打开这落牌 我们来看 纸片的这一边 显示出来这张牌认识吗 是几呀 方片四 对不对啊 对 好 我们先不让大家看纸片啊 再来看这边是什么呀 草花A 草花A 好 现在我们来揭晓答案 看一看 方片四和草花A的中间 就是丽泡泡刚才写的那张心灵感应的纸 已经提前感应到了这两张牌 就在它的旁边 没有鼓掌吗 哇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朋友们想学吗 想 好的 如果想学这个魔术呢 不要着急 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香乌拉拉 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都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吧 好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说 一起说 魔香 魔香 乌拉拉 我是魔香乌拉拉 我有神奇的魔法 彩底料都在这里拿 睁大眼睛看好了 今天电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 扑克牌 蜡笔和卡纸 好的 现在我来教大家 变这个魔术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赶快拿出扑克牌 和一张小纸片和我一起来学 其实这副牌呢 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那我怎么能够感应到它 是哪两张牌就在这张纸的旁边出现呢 对吧 而且是提前猜出来的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来 我现在就来教大家 拿出你的这摞牌 小朋友把它放在桌子上也可以 把它摊开来 我们来看一看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看得明白 我用手拿 小朋友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们只要悄悄地先记住 两边的两张牌 这边的大家看是方片K 方片K 这张的是方片7 方片7 好 把一头一尾两张牌记住 然后把它写在纸上 方片K 好 然后把它 放在一旁 倒扣过来 那大家说了 那你如何做到让方片K和方片7 正好在纸片的两边呢 那就要用到我了是吗 不 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谁来拿这摞牌都是一样的 比如我随意地把它拿过来 但是注意 刚才的方片7在最下面对吗 对呀 方片K在哪还记得吗 在最后面 在最后面 所以这个时候 在放纸条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手法 把它换一下位置 看 这摞牌本来是这样的 对 我从中间拿起来 变成了一张7和一张钩 但是K是在这一面的 所以说放的时候呢 我等于是把它交换了一下位置 明白了吗 7要盖在这个K上面 对 这样拿起来的 但是呢 放纸条的时候 把它压在这摞的上面 把7 扣上去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对 我们打开来可以来验证一下 你看 方片K 没错 这面是方片7 中间的就是方片K和方片7 成功了 好 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就给你泡泡看看 泡泡泡泡 好的 都成功了 来为自己鼓掌小朋友 鼓掌 看到了 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魔术学会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加油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加油 谢谢 太好了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学会了 不知道魔术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起来看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在卡纸上写上预言 第二步 调换手中牌的上下位置 将预言卡片插入牌中 施魔法 展示预言卡片 预知了相邻的两张牌 吴兰拉也学会了 是的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都学会了 对不对 那我知道在电视机前还有一位小小魔术师 今天也带来了精彩的魔术表演 好 有请我们的魔棒小Q 有请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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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很神奇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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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很容易 只要动手有动脑 只要你愿意 小小魔术师就是你 小小魔术师薛宇瑶瑶 今年五岁 来自四川省 考验里有一双筷子 每一双筷子都需要砍伐一棵树木 为了保护地球 我们少用一次性筷子 谢谢大家 表现外包了 这位小小魔术师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智慧奖牌 恭喜你 我爱变魔术